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下面的少女迴戰啦 提一下哲平今天這麼開心的原因 欸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們又有香香妹子登場啦 而且一定是哲平有興趣的 沒有錯好不好 今天再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9月8號出的全新角色 好不好 就是哲平喜歡上阿拉阿拉系的妹子啦 好不好 那這一次的話呢 裡面是這個 浩月夏的新月佛 沒有錯 OMG好不好 萬里無雲進九州 醉團圓夜是中秋 中秋節活動 哇 這妹子晃呀晃的 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這個 好棒好棒 那這次的話待會兒來讓她看一下 她的三連動作再加上我們這邊的技能 我們先來答題一下 這邊的話基本上又是我們答題活動囉 親肥諷刺的是什麼現象 一定是寵性... 寵性嫔妃 居然是寵性幻冠喔 然後花飛花 霧飛霧 下一句是什麼 人是人 情是情 應該是這個 應該這樣才打起來 蛤?! 有答錯 誠如恥恨人人有 下一句是什麼 誠如恥恨恨恨有 這邊是 真性有存未忍開 應該是貧賤夫妻白是嗨吧 應該是這個吧 誒 終於答對一題了 哈哈哈哈 三水萬蟲書斷絕 下一句是什麼 唯夢閒人不夢君 念君臉我夢相聞 完了 這個感覺 比較搭的應該是 三水萬蟲書斷絕 那應該是念君臉我夢相聞吧 誒 沒錯 半御天明半未明 下一句是什麼 肉是珍珠月事宮 醉聞花器碎聞鷹 應該是這個 誒 錯了 哇 我今天是瘋狂答錯的這個 長二根寫的是誰的故事 李世民跟武則天 李隆基跟楊玉環 李隆基跟楊玉環吧 誒 沒錯 誒 對了 白鋸製什麼 製樂廳嘛 樂天吧 樂廳 有 可以 原整是哪一個民族的 原整就是現在畫面上設置 好不好 大家覺得他是哪一族 我覺得他應該是鮮卑族 因為看起來就很鮮卑 沒有啦 其實我不知道鮮卑族長什麼樣子好不好 哇 今天 10題只對6題好不好 這個的話基本上 在網路上應該蠻多人都已經整理好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哇 這個原整真的是太正了 來 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的這個 原整 這是我們的UR家的角色 然後 基本上你只要就是 解完我們那邊的任務的話 你就有機會拿到我們這邊的 這個原整的這個抽抽的這個 邀約卷 抽抽邀約卷 然後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他的三連動作喔 OMG 他在咬他的衣服誒 不過他沒有特殊的那個登場畫面誒 就只有那個 就是那個鳥在那邊畫一圈而已 這個還好 好 看一下 摸頭 這就是他的 迷樣抖動 真的是很晃誒 夭壽 然後連鳥都在晃好不好 哈 什麼 你看這鳥 按這鳥的話叫一叫 然後 他把他的那個衣服 好不好 放開 然後有夠彈 有夠彈這樣子 這邊 有沒有 他把這衣服放開 好 這是他的一個 一個動作 然後點屁股的話呢 也是 點腳的話也是 那點胸的話呢 點胸的話是 鳥鳥飛起來 他真的很喜歡咬他的衣服誒 我覺得他跟那個 他跟那個誰啊 文中嗎 不覺得他跟文中長得有點像嗎 這是迷樣抖動 然後這個是他的一個動作是 鳥飛起來 飛在他手上 然後依舊咬了他的衣服 好不好 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他咬了之後放開 好不好 很愉悅 我覺得可能是他那個吧 因為 聽說胸部大的女生的話呢 要有支撐點會比較舒服 所以 他咬那個 咬就是他的衣服的時候 然後放開那個胸部垂下來的時候 他可能就 體驗到那種就是爽感吧 感覺是這樣子好不好 這個 因為畢竟我不是女生 所以我沒辦法體驗這種感覺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無外物好不好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再來是這個 烏山煙雨 選擇智力值最低的四個敵方 清除目標一個強化效果 對選動的目標造成 1200%的法術傷害 專挑這個智力高的 智力最低的敵方打 那通常都是那種就是 武力很高的吧 因為智力很低就代表武力會很高 就是 智跟那個勇 好不好 應該是沒辦法那麼強的並行的喔 然後兵附加100%攻擊力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會新一級 對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一名敵人 追加造成技能總傷害40%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自身進入永退狀態 持續傷灰後 這邊的話基本上 抓4個智力最低的人打 然後消除他們強化效果 然後 造成他們1200%的法術傷害 然後再來就是 抓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 好不好 一名敵人 追加技能總傷害的這40%的真實傷害 抓那個 血量最低的 抓殘血角 然後 勇退的效果 幾方場上有 沒有一名武將 自身傷害承受變降低42% 最多減少72% 哇 他是坦克型角色喔 看一下 對耶 他坦克型角色耶 然後是 那個智力高的武將 完了我這個喉嚨 然後這邊的話 第三招 封起讓心 進行武士攻擊以 自力最低的一個武將 敵人優先 每次造成800%到1600%的法術傷害 目標生命值百分比越低傷害越高 如果自身生命值百分比高於目標的話 則不加40%攻擊力的真實傷害 武士防禦與抗性有可能會先一級 所以 這次應該是血又多 然後又可以扛傷害的角色吧 不過 之前有看大家的留言啦 他們好像是說 這遊戲的防禦型角色的話 好像都不是那麼的厲害跟推薦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命輪1開啟這個 蒼 蒼消嗎 欸 這應該是消 生命值上限加60% 有沒有看到 生命值超高 物理抗性加LV乘以500 然後再來是命輪3開啟 這個天下無花 施展主動技能時 如果使一名以上敵人進入重傷狀態 則追加發動一次這個 封起讓心 可重複發動最多發動兩次 封起讓心的話就是這個 進行5次攻擊至最低的一個敵方優先 好不好 哇 真的打爆耶 其實他感覺也是 可以當輸出角的耶 也是蠻厲害的啊 好 命輪5的話 會開啟這個刺絲極大 攻擊加60% 會心1級加傷害加60% 然後命輪9的話呢 是這個 夢裡型 如果自身的生命值高於50%的話 則不良狀態抗性提升800% 法術抗性提升100% 那 他比較厲害的應該是這個 命輪3階開啟的這個天下無花 這個應該會 是他比較厲害的技能 因為他可以讓自己再 放一次這個封起讓心這樣子喔 好 最後這個 勤歸月斧 戰場上沒有一名敵方或者幾方重傷 自身變獲得一枚落陰 累積四枚落陰後進入這個陰式狀態 因此狀態下攻擊力提升70% 然後生命吸收提升100% 其實我覺得他 也蠻能打的耶 對啊 因為他這邊還有一個主要負責輸出的武將 所以他可以好不好 打 然後也可以就是 幫忙承受傷害 這隻的話還蠻厲害的 然後重點是 他很正 很大 好不好 這個還不錯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這個活動啊 只要在這個兌換商店 用這個幣 用這個幣就可以兌換了 玉兔幣好不好 這個基本上的話在這個 岳府這邊的打體啊 可以獲得40個 然後這邊還會送我們一些 就是那個道具禮包啦 像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 這裡面也有好不好 每天登錄應該都會給你這個 就像我們之前抽那個 諸葛景一樣 那這隻角色的話 大家會不會推薦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 因為我覺得他的話 應該是比較像是那個 就是 承受傷害的 但是他其實 蠻厲害的就是 他也可以就是 兼具打手的一個部分 他可以就是 生命值越高的話 就是會比別人更強 然後直接去K爛 然後有很多這種追擊的技 可以發動這樣子 那今天的話 我們順便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上一次 基本上就是那個 黃標之旅的時候 這隻的話沒有讓大家好好看到 我們順便讓大家看一下 還有三個動作 目前來說應該是比較不會黃標了啦 因為可能是有去 有去買一些板拳還是幹嘛之類的 好不好 那這是我們這個 之前的那個 這邊很喜歡這個 南華老仙 就是鳥會在這邊 好不好 黑皮黑皮 哈哈哈哈哈哈 但我不知道欸 搞不好用南華老尖 我們這邊又吃黃標也是有可能啦 好不好 這是我們南華老尖的三個動作 一個是這個 迷樣斗洞好不好 迷樣斗洞 用這個法杖 欸 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 點屁屁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迷樣斗洞 然後點兇的話呢 基本上是 把腳縮起來 點鳥的話這邊也是迷樣斗洞 OK好 那我們先走了 來看一下 曾兵最喜歡的就是他的UR的部分 他的UR的話是 一個老師 喔 完全沒問題 喔 夭壽 有夠讚的 欸他手上有印記欸 然後他把眼鏡掛在那邊 這完全沒問題吧這個 點這個的話是 點頭的話基本上他會拿這個筆 然後出來說 你的分數怎麼只有30分 然後他的這個 胸口就爆開了 然後看到他的胸口就爆開了 哈哈 好猛喔 而且爆開了眼鏡還沒掉下來 然後這個是 迷樣斗洞 迷樣斗洞 然後點腳的話呢 他會 站起來 然後跟你搖搖頭 說 你真的是烤太爛了這樣子 好啦這次的話我覺得還算不錯 我這次沒有看他的技能啊 我們之前好像沒有看他的技能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就只有看他的這個特效 是後來開始覺得這遊戲 戰鬥好像蠻有料的才開始開技能的喔 來第一招是這個觸擊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第二招是這個 高維觸碰 對敵人進行兩次攻擊以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敵人優先 每次造成800%的法術傷害 並增加這個300%的智力值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有可能會會新一級 然後再來是這個 降維打擊 對敵人進行兩次攻擊以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敵人優先 每次造成1000%的法術傷害 如果目標生命值低於50%的話則會新一級幾率提升40% OK 然後命輪1的話開啟這個次郎中 攻擊力加30% 然後 會新一級值加LVX200 命輪3會開啟這個神法 施展主動技能後如果使兩名敵人重傷的話 則再次發動同一個技能喔 再重複 可發動重複技能最多兩次這樣子 然後他的音勢效果的話是這個 欸 施放這個主動技能皆可以獲得一枚洛英 所以他只要放技能的話就可以獲得這個洛英 然後這個音勢狀態下的話會新一級幾率提升30% 會新一級傷害提升50%這樣子感覺 那不想說他這個是SSR的吧 看一下他的UR 那這角色基本上其實每個角色都要到UR下才會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厲害的狀態啦 所以先看一看基本上他之後 我又按到卸購了白痴 我又浪費一個純印的白痴 啊~~ 欣賞一下 還行啦好不好 再看一下他 暴衣 暴衣一下吧 我得走了 我們看一下他UR的部分的技能 看一下 技能觸及是一樣的 對隨機一名敵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個別輔導 對敵人進行三次攻擊 以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敵人優先 每次造成1200%的法術傷害 並增加這個 並附加400%自力值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有可能會新一級 然後第三招是 溫柔的訓斥 對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4名敵人 造成1300%的法術傷害 如果目標生命值低於60%的話 會新一級繼續提升50% 然後回復自身總傷害50%的生命值 所以他是可以自身回血的 好 命論1開啟量大 攻擊加42%會自力值加LVX280 命論3的話是 炎力目光 施展主動技能10 如果使一名以上敵人進入重傷的話 則再次發動該技能喔 就是剛剛有發動過的那個 就是可重複發動的這個技能 然後再來是命論5會開啟蒼圓大 生命值上限加42%自力值加LVX280 那看起來的話他應該是 命論9可能會再開啟一些東西的 可是就要看他的UR加的部分喔 好 最後一招 老師的威嚴 自身每施展一次主動技能變 獲得一枚落鷹的 一次四枚落鷹後 一直進入這個陰式狀態 陰式狀態下 會新一級機率提升45% 會新一級傷害提升60%喔 那目前還看不出來他到底厲不厲害 等於他的樣子真的很正 好不好 然後今天主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我們的 中秋節活動喔 我們的原者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是一隻能夠坦又能夠輸出的角色 那大家會不會推薦抽他呢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你們一些看法囉 好不好那他真的是好晃好晃好晃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我是曲名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掰掰 我們下個大壞 我們下一個人的氣球 最新的 我們下個月